今天是2022年的1月27号 我的PS5走收获了 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经历 昨天和前天都和各位分享了 那么今天是后续报道 以后再有什么新进展 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中午按照昨天的约定 我去了北京西之门这边 应该是维修站 我刚进去就碰到一哥们 他也拿着PS5正在打电话 他还在电话里说 又有一个来修PS5的 我看了他眼我也有点懵 难道PS5这么不结实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你到任何一家产品的维修站 都会碰到这种事 就好像你去医院一样 到了医院才知道 怎么全是得这种病的人 这很正常 只有到了那个特定场所 才能看到特定的人群 这个很正常 我这个PS5的问题 之前和大家也分享过了 我再简单的描述一下 就是玩着玩着 他自动会掉电关机 并不是正常关机 关机之后就不能再打开了 连蓝灯都没有 我怀疑是电源模块出了问题 那个哥们呢 他也是电源模块出了问题 我做了这么多PS5相关的视频 我也不是卖PS5的 我是买PS5的 而且是小白 但是呢 我喜欢分享 我喜欢把我做这些东西 遇到的问题分享出去 希望以后能帮助到 有这方面问题的同学 可以给他做参考 跟前台说明了情况 然后他把机器拿到里面 没多久里面的师傅 就给出了报告 这个比我想象的要快 我看了一下报告单上面的说明 是产品原因 有了这个报告单 我就可以把它发给 抖音官方商城的客服 然后客服 他问我是退还是换 目前这个状况 我没得选 如果我要想玩 我是没得选的 我根本买不到原价的机器 其实现在很多店里面都有货 标准版3899的机器 它会卖4300多 加个四五百块钱 这都很正常 我也能理解 我的选择是退回去 再换个机器 至于说什么时候能换得来 抖音商城的客服 跟我说得年后了 我也跟他说 因为孩子要玩 尽量能提前 咱们就提前点 又不是只有PS5可玩 可玩的东西很多 在维修站登记的时候 他是要发票的 我前面那哥们 他是没有发票的 我这个也没有发票 但是我昨天 我在视频里说了 是抖音的客服 他给我做了一个特别的申请 维修站上午也接到了 他们那边的电话 我前面那哥们 他买的那个机器 目前也没有发票 他在找人去要这个发票 好像挺麻烦 要没有发票 是不能给做检测的 我没想到的是 卡发票这一关卡得这么严 从进检测站到出来 也没有几分钟 但是路上花了两个小时 去的时候将近一个小时 回来的时候也得有四五十分钟 不怎么堵车 背景视频里面 是我女儿在副驾驶帮我录的视频 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风和之力的 回到家之后 我预约了顺风 这是顺风道府 还好我那个箱子还没扔 里面的泡沫冲气袋 还都保留着 这下全发走了 我让快递小哥帮我评估了一下 他说时效是不能保证的 因为现在一个是快过年了 二是有疫情 这个时效不能保证 一般正常应该是三天 估计过年强后 应该能到他们库房 客服也说尽量优先 先给我发出来 我希望能第一时间 或者尽早的能得到新版的PS5 再和大家开箱 今天我的收获就是这样的 我的经验分享 希望能帮到你们 欢迎订阅关注 等我收到新的机器 我还会做一个二次开箱 那明后天呢 我会把这个一次开箱的视频 和PS4往PS5 恢复数据的视频 逐个的都发出来 和大家分享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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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